第一个问题是 修学路上遇到这样情况 是修习得利还是不得利 这问题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不是得利与不得利的事情 果然修持得利的话 真有功夫 他也复不上身 他能够复上身 是你身体衰弱 你的气很虚很弱 他才能复身 念佛堂人很多 为什么他不能复别人 别人身体好身体强壮 阳气肾 我们的阳气胜过阴气 这些灵鬼的阴气 他就不能复身 我们的气衰 我们的妄念多 他可以沉湿而入 也可以说 这修行功夫不得利 但是无论得利不得利 这个冤亲债主找来了 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自己想成就 我们也很乐意帮助他成就 我们一起在一块共修 共同成就 这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他 好 好 好